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比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转发评论 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 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在14号 在张荣发基金会召开的记者会上公布了副手人选 称副手赖佩霞是一位优秀而且全方面的作家与心灵导师 根据中选会公告联署参选正部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相关事成 9月13号到17号间受理申请为选举被联署人 9月19号到11月2号受理联署书件 11月14号前公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联署结果 台北TVBS新闻网报道 赖佩霞在记者会上说 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郭台铭民调低还要出来汤浑水 他说因为君子有成人之美 他愿接受郭台铭的邀请搭档参选2024 赖佩霞强调选举是一时的 为了选举把一段关系搞砸真的是一点都不值得 他说呢很多海外的朋友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他觉得台湾最美的其实是人情味 相信只要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一定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台湾 台北中央社报道 赖佩霞曾在政治幕僚之人剧 人选之人 灶浪者当中饰演领导人的候选人 14号有百余名的支持者到记者会的现场相挺 郭台铭的妻子曾新颖及先前传出可能任副手的台湾大学财经系 兼任教授陈长奔也出席 郭台铭说将会倚众赖佩霞的女性视角 为台湾打造更加公平 更加对等的两性文化 他和赖佩霞没有任何的政治包袱 更深知民间的需求 郭台铭指出曾经说过搭档一定是能力比自己强 爱心比自己强 对全民共识的凝聚力比自己强 赖佩霞便是这位最佳人选 也是选择副手的唯一人选 赖佩霞在致辞时对郭台铭说呢 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这么不讨喜欢 明明有实力又有钱 怎么会把自己弄得民调这么低 赖佩霞表示 自己的专长是沟通协调 除了偶尔演戏 过去三十多年都在念书研究心理学 接下来首先要做的是与内部的人员沟通 与媒体沟通 与在野党沟通 而最重要的就是与民众沟通 郭台铭办公室的发言人黄石修表示 会在15日到17日择期前往中选会递交申请书 届时赖佩霞也会陪同 登记后正式展开联署 赖佩霞在记者会上表示 答应参选没有告知家人 很大因素是人选之人金钟奖公布入围 不希望参与影响任何裁判 因此没有知会任何人 根据了解 赖佩霞的继子的妻子是台湾知名的艺人隋唐 台北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说赖佩霞在当天表示 参选仪式除了老公和几个工作伙伴之道 女儿谢佩恩 儿媳隋唐全都是不知情 他们现在应该是下巴掉到地上了 根据台北新闻网的报道 赖佩霞从小就是在单亲家庭长大 她的父亲是驻台美国军人 和其母相恋之后被派往越南 人间蒸发 母亲则带着她改嫁美籍工程师 赖佩霞高中毕业之后移民美国 一年后返台 因此她持有美国台湾的双重护照 她20岁那年才得知自己的父亲已经在婚 资料显示 赖佩霞在1963年出生于台北 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 她过去兼具女歌手跟女演员的身份 近年来事业触角广布 在担任作家之余 也就读纪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班 2020年的6月取得纪南大学法学博士 香港中评社认为 郭台铭和赖佩霞能否选下去 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是赖佩霞的美国国籍问题 赖佩霞的生父继父皆是美国人 赖佩霞拥有台湾和美国的双重护照 根据台湾的选拔法 有外国国籍者不能登记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台湾中选会将会在11月20号到11月24号 受理选举候选人登记的申请 此前赖佩霞必须完成放弃美国国籍才能登记 台湾自由时报的报道就一般的申请案 放弃美国公民权支申请文件送到美国审查之后 相关的处理过程可能需要三到六个月 AIP表明了说无法加快处理速度 第二点需要关注的就是本次联署的门槛人数 为28万9667人 郭台铭先前喊出了联署百万份不易达标 外界认为若郭台铭和赖佩霞组合联署达不到百万份 实际上就不用选了 郭台铭选到底得力者是赖清德 如果美国支持或暗中帮助郭台铭选到底 赖佩霞在短时间内完成放弃美国国籍就不是什么难事 美国加快办事效率特事特办就可以了 反之如果美国不让郭台铭选下去 将赖佩霞放弃美国国籍的申请的这个事情拖一拖 郭台铭就选不成了 那实际上的就是选战还没有正式开始 郭台铭已经被美国操支在手了 美丽岛电子报的最新民调 赖清德以36.6%文具第一 侯友宜是19.9% 柯文哲为17.7% 郭台铭则仅剩9% 特斯拉的CEO马斯克近日在一场公开的活动当中 就台湾的问题再次的发生 他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美国阻止统一 华盛顿观察家报 国民评论杂志网站等媒体报道说 马斯克12号以视频连线的形式 参加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分校举行的一场会议 会上他提到多个话题 从批评反诽谤联盟到评论外交关系 其中包括涉华议题 会上被主持人问到他如何看待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时 马斯克表示自己去过中国很多次 还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会面 认为自己很了解中国 随后他把话题转向了台湾问题 马斯克说统一台湾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的政策一直是让台湾地区回归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也许中国的台湾就像是美国的夏威夷 或是其他类似的地方 马斯克补充说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岛却任性地否认自己属于中国 这背后则和美国有关 是美国阻止了任何形式的统一努力 马斯克还向美国发出警告 若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 与美国停滞的军力做比较 其认为中国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实力 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远超美国 美国很难保护台湾 中国实现统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认为无论是美援台武器也好 受台武器也罢 我们一贯的举以坚决反对 需要强调的是台湾安全靠的是 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 而绝不是倚仗美国援台 受台武器 美对台军援军售 养肥的只是美军工复合体 损害的却是台湾同胞的安全与福祉 对此解放军将一如既往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予以坚决反制 我想强调的是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是坚定不移的 有关方面应当立即停止此类的挑衅行动 不要做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值得一提的是 这并不是马斯克第一次谈论 中国统一的话题了 在今年的5月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 马斯克就直言说 统一台湾是中国大陆的官方政策 外界无需对此做额外的解读 而是要认真的对待此事 去年10月 马斯克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时 还提了个建议 称大陆可以为台湾设置一个合理 而且可行的特别行政区 他们可能会达成比香港更为宽松的协议 马斯克表示 这可能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 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毛宁 在当时对此回应表示说 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 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 实行高度自治 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将会得到充分的尊重 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 将会得到充分的保障 他表示说 中国的统一 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政党利益 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 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中国希望并且乐意看到 越来越多的人士 理解和支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